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前两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CNN的报道 说研究人员已经明确看到 我们生活的银河系在与宇宙分离 如果中国人讲的是天地人合一的话 如果这种天地人合一 其实在应对着人的灵魂的轮回转世 它的来源 我个人理解了 天地人合一 如果银河系竟然脱离了宇宙 而宇宙是能被人 现在我们生活的人 能够认知的一个 怎么说呢 那种天象当中所存在的现象的话 也就是说 人的生命 是与宇宙能够相关联的 人的生命 与宇宙相关联 否则的话 不会被人所认知的 这是生命之间的连带 相互彼此之间的 我相信朋友 如果稍微明媚一点的朋友 能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如果讲 银河系离开了宇宙 离开了被人能够认知的 这样的星体 星团 跟原来的状况不同了 那将意味着 在人的环境中 可能会因为银河系离开宇宙 而出现骤然的变化 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想到这个 能不能理解到这种状况 而2017年 我那天查了一下 我跟大家说了 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 竟然准备了十集 探讨世界末日的故事 而我查了一下 弥撒亚的说法 它英文原本的 弥撒亚的说法是说 2017年 弥撒亚将回来 这里讲的是 神在2017年回来 而它引述的概念呢 是跟犹太人 以色列国 和基督教形成的时间 相关联的 那当然他人家 有人家很 很深厚的一种 研究的说法了 我只是跟大家 描绘这个现象 而在今天的 美国发生的事情呢 是对整个社会的冲击 对整个精英层面的冲击 而在中国也同样 对吧 我们看到的 一切的故事 就是在他的权力斗争中 已经打到了 中南海的层面 已经完全是 今天主政的人 要完成自己 六中全会的目标 扫清身边的野心家 印帽家 这是他说的 2017年的中纪委 的七中全会呢 同样的说法 就是要能够落实 问责制度 来追杀关键少数 那当肖建华 被拿回去的时候 以一种破规矩的概念 他就是中国的公安 进了香港 把人抓出去 那规矩就是一国两制 对不对 规矩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 中国的警察就不能进去 可是他就进去了 为什么 他没别的招 肖建华 如果今天他不抓 明天肖建华 搞不好就死在四季酒店 杀人灭口 对吧 我跟大家早讲过 那作为四中全会 习近平可以说 叫一法治国 一先治国 这话绝对是对的 但你任何人都不要 对共产党抱有希望 这是他提出的说法 但是当有共产党在的时候 这就是骗人的手段 可是作为个体的权利者 当他提出这个说法的时候 你不能说他错 可是当你人 当对他抱有希望 在共产党的框架下 对他一法治国 一先治国抱有希望的时候 是你的错 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报道了 还是肖建华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肖建华失踪 中国政商勾结又一案 南华早报对他的讲法说 肖建华目前正在国内 那尽管肖建华自己登了声明 但也没有用 肖建华登了 二月一号还登了一番声明 但是这里不得不提到说 南华早报受控于马云 当马云在这件事情上表达的时候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表达的时候 我相信是受人之拓的 所以肖建华跟2015年股灾有关 那他应对他的金融大恶 而他的金融大恶是给中共党内 诸家家族之间做白手套 那也就是讲他背后的服务者 肖建华背后的服务者 刘云山家族也好 曾庆红家族也好 这个梁光烈家族也好 背后的这样的势力者 就是与习近平王岐山对垒的人 制造股灾的人 所以抓肖建华是为了打击那真正的实力者 对吧 而肖建华之所以操纵 可以操纵股市 是因为那些人 是跟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一块开会的人 开完会之后就跟他们儿子说了 儿子干他一把 儿子说爹你放心吧 哎就打电话建华干一把 干一把干什么 我告诉你要出什么事就干了 然后习近平李克强 当然还没有发懵呢 对不对 所以他恨的是这个 所以咱说回来呢 马云这么做是有所指的 所以只不过是习近平要抓到 2015年股灾的故事 而又说跟马建有关 可是南华早报里并没有讲 讲清楚这个肖建华与马云之 与这个马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但是有一个关系 他们都是曾庆红的马仔 所以马云说 抓肖建华 打的是曾庆红家族 就这么回事 曾庆红家族已经没自由了 只不过用肖建华 完完整整的做死他 让他服气 问题在这里 5,000年 中国音乐和舞蹈 在一晚 超级 超级 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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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看法 experience Shen Yun for show times and tickets visit Shen Yun.com 一天的时间 肖建华属下的三家公司跌停板 星期五 过年的休假时间结束之后 A股开盘 肖建华控制着旗下的包括华资实业 ST民科和西水 叫西水股份都跌停板 华资和西水中午的时候就跌到10% 而其他多家的他控制下的公司都成跌势 星期四的时候 公司曾经发表声明说 一切运转正常 所以肖建华被抓 其实是在国外在香港发生的 而这些在国内的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 他根本没办法控制 也没办法斩杀 对吧 无论他对网络怎么控制 那些针尖对卖门 一打一的人手里面 他当然知道我今天倒霉了 为什么肖建华给抓了 肖建华抓了 我手里还有他500万的货 500万牛脸一看 还剩450万 说等着开盘吧 别开 开我还没来及下单呢 又变成了350万了 就这么回事 这就是命运 对吧 有人说 有人说有多少钱 说这房子制作钱 股票制作钱 没关系 你只要没卖呢 它就是一张破纸 对不对 就是一张破纸 所以有人很吹牛 我身价是多少 没关系 生活在利益层面和欲望层面的人 自然就这样 但是在一个真正修行人的眼睛里呢 说句心里话 共产党说人是高级动物 真对 真的是给自己弄成动物了 这是真的 所以我曾经开过玩笑 昨天节目中开玩笑说了 说共产党非说自己是猴变 猴变的理论是谁呢 达尔文 达尔文 一个英国人 白人 然后说自己建马克思 还是外国人 一个德国人的 桥区在德国的犹太人 然后共产党说自己代表了自己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 他要不是魔鬼才怪 中国人自己还就听 然后高喊的爱国 高喊的爱国听的祖宗是个英国人 死了 见一个德国人 你中间又爱国 你说他要不是精神病才怪 摧毁着人 他为什么能摧毁呢 欲望 利益 占有 结果呢 什么都没有 连自己人的尊严都没了 可是觉得自己老有面子了 所以没跟你说嘛 都是吃麻花吃的 猴吃麻花蛮拧 猴吃麻花蛮拧 有的朋友不知道 那猴那东西吧 他也不是个东西 他干什么东西 他都琢磨 对不对 他吃麻花是卷着的 他不是直溜的 对不对 所以你对比一下猴吃香蕉 他就直接了当 猴吃麻花 他就一定要吃那个 跟吃香蕉是要找那个直溜的 他不用 这是我跟大家解释了 这是北京人 天津人 大家开玩笑说 说这哥们干点什么事 怎么就那么麻烦呢 老是拧着 就不能顺溜一点 上个洗手间干点什么事 都是拧着 埋太人 说这个人心里不痛点 不敞亮 乱七八糟 东西多 而那个东西呢 没一样是正经东西 就这么点事 随了他祖宗了猴干的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